大家好,我是指楓 歡迎收看我的頻道 本集要為大家帶來的是 終職33年台綱擴編選秀統一篇 今年統一在經歷嚴重的傷病潮之後 會不會在60人名單上有大幅度的變化呢? 而在保護名單之外 又有哪些球員會是台綱感興趣的呢? 歡迎你們一起留言討論喔! 那在影片開始之前 正在觀看的你 如果還沒看過我先前的台綱擴編副邦篇 趕快點擊右上角觀看 也要記得幫我訂閱、分享加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我接下來其他三隊的預測喔! 一樣的 我們先來看看統一的60人名單預測 相較於副邦 統一在60人名單上就明顯簡單許多 除了有6位球員可能宣告自由球員 以為已經確定將要退休的球員以外 剩下的球員數量也只比60人多一點點 因此在名單上 相信統一並不會有太多需要為難之處 那一樣喔!我們先前有提到 因為60人名單在提交期限是12月9日 所以會在擴編選修後的幾天 那勢必會有至少一個名額會在擴編選修後空出來 讓名單外的球員可以擠入其中 但是相對的 如果有球員沒有宣布自由球員資格 球隊勢必得擺進60人名單中 而這時就可能多少會再壓縮掉幾位年輕球員的位置 接下來就直接先看到統一這60人名單的投手預測部分 原則上有25位投手會出現在名單中 那一樣喔!首先這20位包括大量的主戰力 像是古林瑞陽、胡志維、江晨諺、宋文華、陳韻文等等的球員 另外要提到的就是 像方建德和林薇智雖然今年在二軍的表現不差 但是因為如果名額不夠 在年紀考量上可能就會變成優先師出的選項了 而接下來這五位球員 後面四位都是去年和今年選入的球員 基本上都還在養成階段 所以並不會被輕易的釋出 那至於吳晨諭 也算是統一有在培養的牛棚投手啦 更甚至他如果拉長局數 你要讓他當先發投手其實也都是可以考慮的選項 因此我是覺得不會輕易的被移出名單之外 接著打者有35位 首先內野的部分20人 除了捕手在統一算是有幾位可用之兵 但絕對不是絕對的主戰力 因此許多的捕手會出現在這個名單之中 那二遊也可以發現是統一 近年一直比較弱而且比較淺的位置 也造就統一目前在名單中 這兩個位置的人選非常的多 但是除了林靜凱 這些名單裡面似乎沒有一個 已經目前可以稱得上是主戰力 那同樣一壘也有類似的問題 在新人一直沒辦法徹底肩班的情況下 也造就高國慶一直無法退休 必須承擔這樣的責任 那這一點大概得等來年 看看統一的一壘小將表現 能不能延續今年上半季的好手感 又或者是又回到下半季的窘境 而至於三壘 在林子豪越來越成熟之下 似乎不需要過多的擔憂 也因此在這一塊上面 統一也慢慢調整成維持深度的做法而已 不會過多的放人進來 接下來看到外野有15個人 那在外野有三帥的情況下 統一其實外野算是最穩定 且最深的一環 尤其今年又在三軌陸續受傷之後 幾位年輕球員像是邱智誠 李承林 柔韋傑等等的球員 也都要把握著機會 達出一定水準的成績 那其實也讓統一在外野 不是需要過度擔憂的位置 當然今年胡金龍的到來 雖然專任指定打擊 但仍然是可以堅守外野的人選 也因此如果他、高國慶和唐趙婷 沒有宣告自由球員 恐怕在野手的部分 張偉生和蔡正宇就可能得離開名單 看似變成自主培訓之類的方式回歸了 那接著一樣看到沒有列入60人名單的部分 在投手有9位 其中前面3位是今年符合自由球員資格 但是除了B級的江承鋒以外 應該都不太可能會選擇選告 至於剩下6位 嗯...不是年紀已經漸長 那當然唯有表現 那就是說本來一開始就不是選秀加盟 或是一直養成不太順利的球員 自然是很難待在名單裡面喔 而打者的話 則是有7位 前面3位同樣是可以選告自由球員啦 但是我覺得除了唐造挺 因為是屬於新制度的B級 比較有機會宣告以外喔 另外2位應該是會繼續留在球隊的可能性會比較高 那至於後面的4位 除了潘武雄以及淫退以外 另外3位基本上都不在主要的養成目標球員中 自然也不太會擠進名單之中喔 那同樣喔 我們的62名單預測結束 就要看到擴編選秀的保護名單 但是為了以防有些觀眾還沒有看過我先前的富邦篇 所以我還是再來講一次擴編選秀的規則 今年因為是台岡的第一年擴編選秀 所以可以在各隊中挑選1到2位球員 而各隊則是除了2021和2022近2年的選秀球員自動保護以外 可以在額外保護30個人 而每名被挑選的球員 台岡必須支付300萬給母隊 至於名單則是各隊遞交的期限是10月28號下午2點 那台岡隨後會在12月5號進行擴編選秀 並且公佈選人的名單 不過3次的名單是不會特別公開讓大家看到喔 那2021的選秀部分呢 統一選了7人 目前的主戰力大概只有胡志偉 那球員都還在努力成長的階段 而2022年的選秀 則是只有宋文華有亮相 剩下的球員都尚未進入60人名單之中 接下來在30人保護名單的預測上 一樣我是採取比較大膽一點的做法喔 畢竟考量到台岡還要至少在2軍1年 再加上連蘇毅事件之後 領隊劉東陽回應說要將心比心 不會把本來就在1軍有5台的球員挑走 那台岡也沒有理由去選一些年事已高的老將 自然為了就預測這些球員都會在名單之外喔 那另外另外可以宣告自由球員 就算沒有宣告好了 他們年紀其實也非常大 我想應該也不在台岡的狩獵範圍之內 他自然也不會在預測中進入保護名單中搶名額 那在投手的部分 我預測統一的名單有13位 而打者則是有17位 其中針對各個位置在預測保護名單 2022年和2022年選秀保護的各個球員 以及未入入名單的球員來看 在輪值上 統一基本上在未來幾年中 都有穩定的輪值可以用 再加上補上羊頭之後應該會更為強勢 他自然在這一塊統一其實不需要過度去保護 只要把幾個主力放進來就可以了 把剩下的名額留給其他的位置 那牛棚的部分 統一有大約10個主力是需要保護起來的 再加上這兩年選的四位球員 沒有在名單中的 但是在先前預測60人名單的 就剩下三個了 那這三位除了饅頭、富宇剛比較有主力的樣子以外 那另外兩位 在剛剛60人名單中都有拉出來特別提過 但是吳成玉雖然絕對會進入60人名單 但是在統一牛棚的增度非常充足的情況下 我是覺得說明應該不至於需要去過度保護起來 而且統一的野手極有可能會有更好的選項給台剛選 所以他如果放出來應該也不太會被挑中啦 那捕手的部分 統一三位主要的戰力自然是需要保護起來的喔 而這兩年選秀中選到的捕手 則是都還在養成的階段 那這樣加一加其實總共有五位之多 因此在表現和年紀相較更不理想的張兆元 就會成為名單之外的人選 而他大概也是台剛沒啥興趣的球員就是了啦 那內野的話 統一大概會大量保護起來 原因的話我前面有提過了 一二雷的深度還有游擊的深度都非常的不理想 那需要盡量把每一個可能養起來的人選都擺進名單裡面 也沒有太大的本錢去賭說 欸台剛你會不會選啊 那因為喔這樣的原因 所以在這個預測中 我最後決定是把伍傑瑞放進名單之中 畢竟除了他當過兩任隊長以外 他還是可以兼顧一二雷的打擊好手喔 那至於在保護名單之外 我猜的是這四位球員裡面 前三位應該會表現比較不理想 會放出來讀一把 尤其是都過了巔峰的年紀 嗯台剛更也不會想要考慮再讀讀看看 那至於陳永基就是老將了 真的是不需要擺進名單就這麼簡單而已 那外野的部分喔 我有提過說這是統一非常深的位置 所以在保護名單上 可以盡量把位置空出來給內野去使用 那也因此在這樣的情況下 鄭凱文和林俊翰就很容易成為名單外的球員 而他們在統一其實也很難有太多的發揮空間和舞台 我覺得倒是真的可以適合台剛考慮一下 讓他們去那邊有更大的發揮空間 那最後還是回到台剛先前有表態 庫邊選秀會擺在長打型打者和投手 那我剛剛提到的鄭凱文和林俊翰 其實就符合台剛的需求了 尤其是前者 他具有更優異的長打能力 不過缺點就是說比較忙了一點喔 那但是我想應該還是台剛會想考慮的對象之一啦 那你有沒有什麼不一樣的想法呢 或是你覺得誰比我預測的更有可能被挑選到 都歡迎一起在底下留言討論喔 而接下來呢 我在富剛篇的結尾就有提過說 我會按照本年度的戰績繼續由下網上預測 那下一隊就將會輪到魏泉龍 因此要記得訂閱加分享 才不會錯過囉 我是子豐 我們下次見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也請訂閱按讚分享加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第一時間的最新資訊喔